你看你看 這個小日人現在已經開始閃數了 這就表示你剩下能通過的時間 這個時候太遠 如果你過到一半的話 你也要儘快的通過 但是如果像剛剛 我們是遠遠看到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搶得過 先停下來等下一個日更 這樣才安全 萬花筒劇團生動活活的演出 將交通安全知識融入 劇情當中 響應九月全國交通安全月 台北市交通局在合體國小 舉辦交通安全教育推廣活動 透過交通安全主題劇場 以及互動體驗關卡 讓小朋友潛移默化 吸收交通安全的觀念 大概學習到公車死角 那個就是對我們幫助來講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直接這樣講 直接這樣走過去 他不會看到公車 所以大概能知道公車死角在哪裡 能注意到 就比較有生動的感覺 就不會這樣子看書 然後基本是因為看書 不一定能學到 就不一定能把東西進到腦中 但如果運用活動的話 可以就是體會到 就是交通上安全 好玩 那有學到什麼東西 就是交通標誌 還有交通要注意的事情 以前有注意到這些東西嗎 有 滿有趣的 而且對我們生活很有幫助 之前有參與過類似的活動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很新鮮 對 學到平常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然後認識很多交通浩子 很厲害的整理出了五字決 叫做停 看 轉 揮動 現在呢 我就要請這四位小隊員 一起來執行這五字決 首先呢 停 就是要停在任性道上 後推幾步呢 三步 三步 好那我們一起來數啊 從一開始 現在我們來看看他們有沒有後退哦 一 一 二 三 太好了 我們後退有三大步 再來呢就是看 看呢就是要看你們看我們的行人炮制 現在是不是綠燈 請問他是綠燈了嗎 好 已經是綠燈了 再來就要進到我們的看了 轉 是要轉動我們的頭 就上前靠近步一點點 我們要轉頭 看一下左邊 來看一下右邊 然後再看左邊 請問有車嗎 沒有 沒有車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前行走 一邊行走呢 一邊把我們的手舉起來 舉起來歸一歸 讓走向大海的車可以看見你們 活動中特別設計三道互動體驗關卡 包括正確過馬路 避開視野死角 以及認識交通標誌 讓小朋友藉由體驗學習正確穿越路口 避開危險區域 以保護自身安全 我想這個國小 開始懂得交通規則以後 他長大就不會違反交通規則 所以外國大約都在國小的時候 就請交通警察來給國小的學生 上交通安全課程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以前我們都想說交通的十字路口如湖口 就代表說十字路口它是特別危險的地方 因為它的車輛不是單方向的 它是四面八方來 所以我們這個對於十字路口的宣傳是更為重要 我想剛剛的這些四份動作裡面 我們都要充分的給小學生上課說要如何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尤其是站在路口的時候碰到大車子來的時候 因為它有視角的缺陷 所以更是要使他們注意這一方面的安全規則 年長的部分就不用那麼的那種話劇性的演出 我想這個在台灣 尤其在台北我認為還好很多 因為在全國裡面我們的交通事故算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說以小孩子為例 也希望大人去遵守交通規則 我想大人是知道是他舒服 或者是說他故意去犯的這個交通規則 我想這個以後對整個大人整個社會上中下 不管任何階層都應該去遵守交通規則 使我們的交通的持續會更好 然後發生意外的事故會變減少 根據統計我們將事故發生在路口佔六成以上 所以路段相對於路口 在路口還是我們對我們去宣導跟執法的重點 針對路口的部分 像我們這些宣導主題 車輛慢看停 行人停看停 還是要再因為路口的交織點多 所以要特別提醒用路人 包括車輛到路口去減速 看看有沒有行人要通過 那另外行人自己自我保護的意識也要提升 在路口的時候 因為蠻多狀況 包括行人綠燈了 那剛才也有提醒到說 你要看一下左右有沒有確定 有沒有來車再通過 即使是綠燈 那因為這樣綠燈沒有去注意到去穿越道路 也發生的事故 也潛在的因素 這些事故也不少 所以除了車輛部分 我們要特別提醒車輛來注意行人之外 那行人自己還是要有自己自我保護的意識 提升自己穿越路口的安全性 那在執法的部分 我們也是針對車輛不停讓行人 還有行人違規穿越的部分 作為我們維護行人安全的重點執法項目 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題為 車輛慢看停行人停看廳 交通局除了加強學童交通安全教育推廣 也呼籲市民朋友共同響應 並提醒駕駛人以及行人留意路口安全 小心通過以確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車輛慢看停行人停看廳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警察ONY 警察